夏天就快要到了 为了预防没雨 即瞬间好大雨 造成四驱淹水 花园施工所从3月份开始 在44个里 全面展开了清沟作业 预计5月底前就会完成 而施工所在近期内 也将会同同步来执行 排水沟周边的环境消毒工作 除了确保防汛期间 排水沟的损长之外 也能够避免并没闻的直升 清沟车陆续定位 清洁队员们拿出水袋连接水车 把高压喷头灌进沟内 以水柱冲刷 让曾经已久的脏污 全都集中打捞上岸 为了预防汛期间的 好大雨造成淹水 花园施工所从3月份开始 全面展开在44个里的清沟作业 9号上午市长薇嘉贤 也前往了主公里 关心清沟现况 并送上运动饮料 慰绕清洁队员的辛劳 那我们刚才也看到在清沟的过程里面 看到水沟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阻碍物 那有一些废弃物都在水沟里面 那我们希望说有一些朋友们 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千万不能把它丢到水沟里面 那因为会阻碍排水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再次呼吁大家 那我们花园施工所会全力的把相关清沟作业把它做完成 那在清洁队的部分就是这一个区块 那我们还有建设客的部分 还有相关的区域排水的清沟的部分也持续在进行 那我们要做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所有花蓮市民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 花蓮市清沟作业从3月份开始全面展开 预计在5月20号就会完成 而工所在近期内将会同步执行排水沟周边的环境消毒工作 卫市长也预期民众全力配合 将盆栽移入室内或是其他适当地点 并排除妨碍水流的物品 共同完成讯期前的防灾工作 记者徐立琴 花蓮市报导